外紀學院傳出不同關閣的事件 這是發生在新的市 有一個小孩跟同學完結 結果這個竹林 帶他去外面再跟他撒住 跟中市水柴小孩去驗凶和報案 另外這個郊遊處也查到這個驗者 是沒有立案定義 所以跟處罰二十五萬 為禁止去的 今天想請甘嶼色衫的辦竹林 跟小孩帶出告示 如果一次把小孩撒住在肚子 另外一段影評 還會有好情形跟冰暗君的行為 事情發生在新的市場 一間二檔基因 家庭是說自己的小孩比較好想起 不過很想要學習 所以才會去這間基因保命上去 沒想到所要看得到很心碎的衛兵 他說小孩子有攻擊行為 我想說他可能是拉著手 不要讓孩子去攻擊 那看到影片的時候才發現 他這樣子被推得這麼用力 然後撞到頭子 我心裡真的是覺得很震驚 這個媽媽控訴 小孩在近年跟其他的同學 完結 近年主任出面處理的方式 竟然是把小孩撒住在肚子 在屬於頭子去撞到 頭皮紅還痠 辛苦也有很多地方黑痴 家庭看來是怕一個又很不甘 剛才帶小孩去驗傷 也像家庭也已經到家庭去保安 這個老師在處理已經是過當了 推摔之後還有掐脖子的動作 那其實他身上充滿了很多的黑痴 然後頭可能也有撞到有這個腦震浪的疑慮 現在還在觀察當中 市議員是說 我哪有接到其他家庭有電情 好情像有不同關卡 到處接到通報後 雖然派完去刑車 確認這間在下班 沒有依照規定立案 會依法法25萬 還有副度因立案 內祖母的既然來完全立案 會連續出發 有關不同關卡 小孩的行為部分 到處基礎 已經跟身體市政府小的房 完成連絡造成困難修組 後少爺依照日效款法 進行調查好處理 實際卡丁尾去這間二檔 今年沒人這麼聽 到出口前沒得到回應 記者中華報道